另外一批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民众 星期一聚集在中国驻利比亚首都迪里波利的大使馆外 抗议中国否决安理会要求叙利亚总统巴萨尔下台的决议案 示威民众向使馆投掷石块 一些玻璃窗被击碎 当局派出了安全部队人员到场维持秩序 有示威者试图冲破安全部队的封堵 双方一度发生了推撞 而在前一天 示威者也在俄罗斯驻利比亚的大使馆外 抗议俄罗斯否决安理会对叙利亚的决议案 一名示威者表示 巴萨尔政府杀害平民 中俄否决议案 等同支持巴萨尔政权镇压和平的叙利亚示威者